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的解脱道真的要相信佛说 你可以的 我相信有很快的公司就有一批人会走出来 所以希望你们快点解脱出来 该闭关 该修处的 哪怕先走一批 这样上面一批私修走出来 就会带走下一批会有些榜样 这样大家就互相帮助 不然看不到解脱是什么样子的 看不到你的开心是自在 为什么我这么烦 你老哥那么开心 虽然我们神控一下挣不出来 你的期盼去不找 但最起码心的自在会有逐渐的领悟 就是那种活的自在 就像在人道 你就像活在自在天一样 天道一样 就是有一些极乐的感觉 就是你会很自在 他不是说多快乐 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困住你 什么东西也困不住你 这个世界怎么变 怎么变 无常 变来变去 你怎么变 真的是很看成灵测身份 你在风也好 灵也好 对你都一样 你觉得不同的体验 你会很自在 否则你身边的很多队一变一无常 你就被控住 你就很难受 自己很痛苦 闻听之界 从佛之界里面 然后呢 再配合一些方法修正 就很快就解脱出来 其实不分男女 心性上是没有男女在家出家这个事的 但生理的转化呢 就是可能需要一些 亲迈转化 需要一些闭关 离其解脱 但是心性上我觉得 你只要出院不早下慢慢就可以解脱 心性上我觉得在家更好 因为出院多 比在山洞里闭关好 但是 但是如果你很散乱一直很散乱 也需要点闭关 需要的 就是听闻 就是你们定里面 就像龙哥 就像当你在听闻 比如说七大变切处的时候 如果你的定力足够 定力足够的话 你已经在身体里边你就像 哇 血液的流动啊 那种风的 那种暖息啊 变切处生气 就像你跟宇宙 因为如果你是四大的话 身体也变成四大的 七大的 内外是不分的 外境也是四大年 你会觉得你真的是 你会无处不在的那种感觉 然后地水活泼跟宇宙高山啊 海洋啊 你完全联结在一起 这个世界 你是 那不是无我事 你就是一切的那种感觉 但现在你在听闻 你是有头脑 你头脑里边 你的定力没震的呢 破完所有项嘛 比如无违法啊 时空啊 你还没破 你在听 但是你心这一块心脉是紧紧的 你的四大就还是这个肉体 你就没有震量 你没有震 你只是听到了 就算是有节悟 就说你心里有所悟 但是呢 马上震不到 但是以前的登地菩萨们都是一听就震到了 一听就震到了 阿罗汉国就很 很有定力的国位 就是他在国位上也会 一文法就震 一文法 因为他通道里面没有 没有意识层面的晃动 他直接就是 听什么震 心无处不在 你的身可以 四大可以无处不在 心就是色 一切 但这个需要破坏所有项才是 现在我们很多 大家都是有违法很多都不在乎嘛 就是说 见味觉这六规六成 在见地上你们认为是无所谓的 但是你们还没破了无违法 无违法就是就像刚才我说的 定 这些无违相对有违建立起来的 定态 偏空的状态 像虚空一样 他坐在那变成像虚空一样的状态 就是无违 虚空无违嘛 他没人杂有违呢 无违嘛 在佛的见地里不动 如如不动 绝而不动 也叫无违法 所有的这些无违 还有时间空间 这不是你的意识能够察觉到的时空 你根深定位你着像 着时空的像 所以这些无违法 你们就看不到摸不到你怎么破 这些像不在你面前采见 你说他骂我这句话 我肯定不着像 是吧 但时间和空间你着啊 是吧 你觉得你在时空里 甚至简单的说 你说你闭口 或者说你觉得我会饿的 这样一个概念文字 这个定义一个概念的 你没有在破下的时候 你都会走不下去 可能到一定时间会动 闭到一定时间就动了 但是你心无挂碍的时候 那个状态 你可以无限制的闭 也可以无限制的 你可以闭 可以闭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心无挂碍的状态 就是你的这个笑意就破完了 对自己身体啊什么 就是说很多人 就是现在破 就无违法 时间空间啊这些 他摸不到 看不到他怎么破 这个也是无我的里面 你定有谁在定 你变虚空有谁是虚空 了了分别有一个如来在这儿 知道你在定态 知道你出定了 知道你散乱 知道你想虚空 知道你偏空了 知道你干了 知道你没干 知道你有神迹词 无为有为都是无我 都无我 无为法有为法里边 都毕竟无我 这是如来的境界啊 你破下还没破到那个程度 所以如来没有没有定啊 这个能源大地是 本本身就是空定状态嘛 真空嘛 如来是真空嘛 所以守能源大地本来就是空嘛 本来空定嘛 他是本性里具足的这个空定 没有任何样子 所以如来的空定不是说坐在那不动啊 不是说动啊 没有这些东西 无相 空定无相 没有进出 没有无相 呼吸无相 你们考虑 wet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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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